欢迎订阅 这是我来广西的第一天 这是我来广西的第一个礼拜 这是我来广西的第一个夜 看完想 这是一个段子 咱没有什么恶意 hello大家好 我是阿星 阿星现在在广西的桂林 桂林的冬季尤其是晚上特别冷 你看在江边上冷风糊糊的吹 这么冷的天气咱要吃啥呢 吃火锅 很多城市有它属于自己的火锅 桂林这里的火锅就是牛八宝 牛八宝大街想象到处都是 来到桂林就能看到 牛八宝到底是个啥滋味呢 走 尝一尝 遗失大了 真是有意思 刚才走在这个路上我就好奇 为啥一路全是黑的 我就琢磨是不是停电了 来到这果不其然停电了 咱已经走到这个店的门口了 央堂牛八宝 大家能看到这个亮度 不是因为这里还很亮 是因为这个相机太厉害了 有夜视功能 跟夜视仪一样 其实我眼睛看过去就黑乎乎的 里头这些人都看不清 每一个桌子上点了一个蜡烛 就非常有意思 既然来到这 咱就要吃 你看 人家也能吃 咱也能吃 是不是 第一呢 只要能看见菜 第二呢 能摸见嘴在哪 咱就能吃 走着 咱尝尝 另外讲一句 在整个桂林有两个地方 牛八宝是最有名 一个是兴安 兴安县城 还有一个是林贵 这家店就来自于林贵 是个分店 走 不知道在镜头里是啥样子 我现在看过去就非常的黑 小心脚底下 感觉是别有一番风味 每一个人桌子上点一个小蜡烛 没风味 这两点挺多 两个人 我要一个酸辣锅底 酸辣锅底 酸辣锅底 这是80一份的 这是61份的 我要80有吗 我 你给我添一个80 全是牛内脏是吧 牛下 你要牛的 你谁要吃 我要牛的 这啥都看不清 还有小菜 25块 这是它这个菜单 有三鲜的 酸辣的 麻辣的 还有鸳鸯锅 价位不一样 底下就是60 80 100 一盘一盘的肉 有牛的杂 还有猪的杂 咱要的是牛的杂 因为毕竟是牛八宝 看不清了 这有啥 来 来 来 你看 我来个雪 来一份雪 没有灯 都那么多人 还找个地方 破洞 这是破洞 没气管 好 就坐这里 这什么都没装 很厉害 你给我一点粉 快点 去去 把你放 干嘛 我来 拿一把 你干嘛 你自己看 我去都知道 我去做了 你去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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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做了 你去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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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顿饭吃的太有情调了 就叫做热光晚餐 先给大家报个菜名 这就是牛八宝 正是八井 全是牛 有一些会给里头掺猪 你可以要求 不让它掺猪的进去 这是腐猪 这是牛血 这是粉 这些菜是免费的 也可以随便吃 这个锅底是酸辣的锅底 除了锅底之外 所有的味道就在蘸料里头 来尝一尝 太辣了 这一股什么味道呢 桂林辣酱的味道 里边有蒜 还有很多辣椒 主要的味道就是桂林辣酱的味道 桂林的三花酒还有辣酱 还有腐乳 并称是桂林三宝 另外锅底里头也有一点桂林辣酱 咱尝尝这锅底咋样 这灯太 这也没灯了 快灭了 这里一个手护着 一个手看 这看不清里边有啥 大概的是很多的酸笋 还有一些牛血 还有西红柿 酸笋和西红柿是提酸的 我基本上就吃了 有一股螺蛳粉的味道 因为里头非常多的酸笋 牛八宝 牛八宝 顾名思义就是牛身上的八个部位 八种宝 是哪八个呢 大概的我也记不清楚 牛脊髓 牛脑 牛蛋 你看还有牛蛋 然后什么白叶 肚子 还有一些肉 各种各样 总共是八个宝 咱挨个给它下一点 来点肉 来点牛肠 我也不看了 实在看不清 咱先来上它一半 每一种都来一提 我看到这里还有牛脑子 给它来一点 好 先给它下上一半 吃这个火锅怎么能少了梨泉啤酒呢 1998 梨泉打钱 这都是当地特色 太清爽了 刚才我看见一个大哥 喝酒喝高了 是不是喝这个梨泉喝的 咱是少喝的 先来一瓶 喝口酒这时候来点肉 来个肚子 蘸点蘸料 两种酸辣 好了 好吃 是那种呛辣呛辣 酸辣酸辣的感觉 这个牛八宝其实是来自于粤菜 来自哪呢 蘸姜的烫菜系列 来到这以后经过了改良 因为这里的人喜好一些酸 喜好一些辣 加了酸进去 加了桂林辣椒酱 就成这个锅底了 它也有清汤锅 那个清汤锅就类似于广东的大边罗 潮汕地区吃的这种 那个清汤锅就像广东口味一样 可以吃到食材的本味 但是 入乡随俗 本地人吃的是一种酸辣的 这一筷子下水 啥都有 这股挺爽的 嗯 来点牛脊髓 看 刚刚煮出来的特别热 哇 入口以后跟果冻一样特别滑 然后能尝到油脂的香味 太舒服了 蘸上酸辣酱一点都不腻 你看这一锅牛八宝 有非常多的部位 宝中之宝 王中之王是啥呢 就是好领头 领头是啥东西 流味 网味 还有半味 依次就是毛肚 金钱肚 还有百叶 最后一个啥呢 是皱味 皱味是牛的主味 皱味就是牛肚领 牛肚领的尖尖那点就是领头 你看这 广西人也是够能吃的 尖中之尖 精挑细选 就这一点点 叫领头 特别好吃 你要问阿星是吃上没吃上这个部位呢 我也不知道 这一锅我现在看都看不见 我能吃到啥 唯独能看见的就是稍微大一点的 看 这个就是牛脑 尝尝牛脑 蘸点料汁 滑滑嫩嫩 好香啊 你不要觉得这一锅全是下水 其实没有任何的山味 吃这个牛八宝啥都不求 求的就是新鲜 如果不新鲜的话 啥都不好吃 除了肉好吃之外 这个血也是必点的 煮进去是滑滑嫩嫩 这全部都是牛血 必不可少的炸腐竹 这个西汤汁煮进去很有韧性 再来一点油麦菜 这种长豆芽煮口味我特别爱吃 非常的入味 煮进去也是脆脆的 刚才进门的时候我还好奇 这都停电了 点着蜡烛都有那么多人来吃 等我吃完之后我发现 确实味道真不错 来点腐竹 来到这我就想说一句 中国美食真是博大精神 像阿星走南闯美 吃过那么多火锅了 吃这个又不一样了 它有点接近于在昆明吃的酸菜火锅 但是还是不一样 这两个有啥不一样呢 一个是酸菜 一个是酸笋 你看 非常多酸笋 这个酸笋吃起来有点像柳州螺蛳粉 这个时候 这个汤煮得也够味了 咱就下点粉 吃到最后就是柳州螺蛳粉 我把这个相机调到我眼睛视觉的感觉 给大家看一下有多黑 好 现在这个感光度 基本上和我眼睛看上去是一样的 看一下周围 再看一下菜 是不是很黑 我都佩服在座的各位 这么黑还要吃 看来全世界不光阿星是吃货 大家都吃 互相吃互相还聊天 我就纳了闷了 你是能看见对方是谁吗 这说不定吃了半天 他和我们一起的粉丝 是个瓶子 这个看法是人的 这首歌是人的 ? 牛八宝 就吃完了 吃完它店到底也没来 不知道大家通过镜头 看出来好吃还是不好吃呢 我觉得是挺好吃的 它好吃有两点 一个就是食材很新鲜 这个肉你能尝出来 类似于奶油肉香的那种鲜甜味 第二个就是酸 酸是酸到恰到好处 锅里的酸还有蘸料的酸 都非常的美味 这种酸就是你一吃 就感觉停不下来 口水直流那个感觉 但是有两个优点 也有两个缺点 一个就是环境不行 环境不行不是说它没店 是因为太吵了 它里头感觉像个大鹏一样 最主要的是第二个 这个缺点可就没办法了 它这个桌子和这个椅子 几乎是平的 坐到那就感觉很难受 但是这也是桂林的特色 很多接地气的苍蝇馆子都是这种 不过总的来说味道好 就弥补了这些缺点 来到桂林 除了桂林米粉 我非常建议大家尝一尝 牛八宝 好 那就这样